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那很多粉丝来问我关日本打工的事 我在日本打工马上要满三年了 很多粉丝问,峰哥呀,在日本打工 需不需要日语啊,不会日语咋办呢 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视频 我以前的视频都说了 都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想再重复 我告诉你啊,研修的来日本打工三年 老物的这种的,技能实习的,不需要日语 不需要日语,你会不会都无所谓 不要听网上那些说,那不会日语咋交流啊 我告诉你,你交流啥呀 你来也不适合人家谈对象,也不是要结婚的 你需要交流啥东西啊 很多粉丝问,那在工作当中 那就是不会说日语能行吗 我告诉你,你时间长了,你就说中国话 打一个手势,他就明白什么意思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麻烦 如果说你日语真的 能学好,那好好学着 是不是,那也不吃亏 如果你真的学不会 那也没有必要 很多人说,风哥呀 那去咋交流啊,我到超市买东西 咋办呢 你到超市里边去买东西 你来日本了之后,不管是逛商场 逛商市,你需要啥交流啊 你只要有这个money,有钱就行了 你看中了这个东西,拿得走就可以 你需要交流啥呀 你还想说,哎呀 小妹啊,你多大岁数啊 你有对象没有啊 咱俩出个对象,可不可以啊 你需要交流啥呀 大家明白没有 日本打工没有你想的那么麻烦 我来日本打工三年了 我就会两句日语,一个早上好 一个辛苦了 别的不会,我来日本打工就是为了挣钱 打工三年,挣完钱之后,然后回国 本身那个东西我也学不会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说日本打工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麻烦,我必须要会日语 我告诉你说,必须要会日语的那种 他就是没来过日本打过工 没来过日本打工工 大家明白吗 不要听网上那些 没人来过日本打工工的人瞎扯 或者有些主播说 那你不会日语到日本打工特别的麻烦 特别的费事和人没法交流 费啥事啊 你来日本打工就是在工厂里面上班 你这个工作熟练了之后 都是在日本工厂的中国人 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怎么做 你工作熟了之后 你每天就干你的活就行了 你如果不会 他有的中国人 有的前辈他会日语 你让他过来给你翻一下 你诗经长了之后 你基本上你都靠拆连拆带蒙的 你都知道日本人说什么话 什么意思 大体的意思你都能听懂 明白吗 不要就是看了那些 这是不懂的人 在网上瞎说 甚至有的博主说 那不会日语 你到日本就打不了工 敬他妈瞎扯 不要相信他们 朋友们 我告诉你哈 就日本的工厂 一个工厂里边 十个人 能有两个人会日语 那就不错了 我们工厂十一个人 就有一个会日语 能正常交流 剩下的 什么都听不懂 好了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大空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呢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圈里边 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